網路上嗆聲還演變成當街全舞行 新北市一名男子跟朋友上網聊天 聊到互嗆 還跟對方相約說要和解 結果兩個人都是不懷好意 各自料人到場 分別戴著球棒辣椒水 甚至安全帽也用上 當街大打出手 把馬路當成了格鬥場 九名動手的嫌犯通通被打 大馬路上白衣男子拿起球棒猛K 對方一個亮嗆被抓住慘了 一旁的人上來助陣 拿起安全帽開始還擊 一推優拉 雙方打到路中央的分隔島上 白衣男子眼見不敵趕緊落跑 當街爆發全舞行 起因竟然是因為朋友在網路上嗆聲 兩個人聊著聊著 覺得對方語氣太重 先是互嗆 其中一人氣不過23號深夜 就假裝說要和解 約在新北市三峽國慶路上見面 私下卻來陰的 撂了三個人持棍棒辣椒水赴約 對方接到電話也驚絕不對勁 戴著安全帽方聲 也找了七個朋友助陣 一見面就把馬路當成擂台 直接開打 雙方見面以後 集池棍棒 集辣椒水 互相攻擊 那本分局獲報以後 立即派遣線上警力 還往現場 那警方到場的時候 雙方借以離去 警方快打部隊趕到 發現一群人全溜了 不過靠電眼追一個都逃不了 上岸的九名嫌犯全被查棄到案 依妨礙秩序 傷害罪嫌送辦 藉由王子凌 楊文豪 新北採訪報導 火衛 新北採訪 消費用來道採訪 加上 六四五駅 總括提供 公佛